三峽河正中间怪手上站着三名工人 16号下午新北午后大雷雨 造成三峽隔水位瞬间暴涨 当时甘城桥流域 有经济部隔川区为外施工厂商 书郡工程做到一半来不及逃出 只能紧急联络消防局抢救 爬上怪手时由于水位上涨太快 差点连怪手都被冲走 只见三人分别站在挖土机的伸缩壁 挖斗上就这样在湍急的溪流当中 分别站上怪手的三个制高点 苦苦等待救援 还有一人没位置 只能爬在两者之间现象缓身 两艘小艇则是逆流而上 分别靠近怪手 画面拉近一点看 只见消防队先是递出救生衣 怪手上的施工人员 不断将手伸长救势够不到 消防队不断往前靠近 好不容易终于将救生衣拿到手 三人立刻穿上 并轮流从怪手顶端与挖勺 爬到救生艇上 短短一分钟却是生死关头 接获报案的新北消防局 干员分队20分钟内 立刻派出15车 总计36人抢救 顺利化险回移 而三人也因为没有受伤 拒绝就医 但心里受到了惊吓 恐怕短时间内难以平复 综合报道